长沙风盆岭意外发现神秘墓葬 经过清理后 发现墓葬形势极为特殊 墓主人究竟是谁 墓葬之中又埋藏了怎样的秘密 即将播出中华揭秘长沙风盆岭大幕 2005年12月初 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小土丘 被圈进了一处住宅小区建筑工地 为了节约工期 施工队日夜赶工 包括封棚岭在内的许多地块 文物部门还没来得及勘探 就在一夜之间被推土机产平 好多作业的时候都是晚上作业 等到这个丁家台早晨的时候 他就在当地 就是这个建设工队的附近 有一个聪明 他是对这个考古 包括一些收藏 他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人 他当时就在附近干活 他就当时路过这个地方 就发现这边的地下有个坑一样的东西 而且里面的土 里面的土壁一样 因为他当时也是看 相关的一些考古类的节目 包括一些现场 他也看过 当时就认为这个是不是沐散了 但是他自己当时也拿不肿 所以当时就给望成县文物局打了电话 正是这个至关重要的电话 不仅让封鹏领大幕截后余生 更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的考古大发现 县文物局没有忽略这个似乎有些不靠谱的消息 他们派出技术人员现场勘查 并把结果通报给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到现场去以后也是大吃一惊 他的墓葬的形质非常规整 而且墓葬形质很大 我们简单测量了以下 就发现这座墓葬 从整体形状 大概成一个中字形的一个形质 大概成一个南北相丰富的 封鹏领原本就是个低矮的土丘 施工不仅让土丘不见了踪影 甚至大漠木坑的上半部分 也已经遭到破坏 在现场探产钻出的探洞显示 当时的地表距离果实盖板 只剩下一米左右 危急时刻 抢救性的发掘迫在眉睫 又一场考古大会战 拉开了帷幕 在封鹏领发掘现场 一开始通过勘探 发现墓葬南北两侧 分别向外延伸时 人们还以为 这是一个拥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 但很快 墓室南侧向外突出部位 拥有果盖板的事实 证实了这里竟然还有一间墓室 这样奇特的大墓 究竟属于哪个朝代 墓主人又会是哪位王侯 为了确认墓葬的性质和年代 工作人员逐渐扩大了勘探范围 希望能在周边找到祭祀建筑或陪葬墓 祭祀坑等 但直到用探产 钻遍了半径一百米的大块区域 都没有任何发现 这时候人们只能根据墓葬的形制 推测它大致所处的年代范围 当时就判别有可能是 西汉时期的 或者时代更早一些 或者到战国时期也有可能 战国时期 长沙是楚国和越国势力交锋的所在 不应该有国君 或地位接近的大贵族埋葬在这里 因此属于战国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如果是西汉的话 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其实不论是战国还是西汉 如果新发现的大墓 被证实真的属于诸侯王所有 那么必将引起一场轰动 此刻的封棚岭大墓 封土以及木坑的上层 都已被建筑施工破坏 果实以上仅于一米左右的填土 无法保证地下文物的安全 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 勘探过后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边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 一边组织人力物力 为发掘积极准备 2006年3月初 随着国家文物局的审批通过 墓葬的发掘迅速展开 这第一步就是清理 墓葬表面因施工翻动的饶土 我们首先要对墓葬的平面 进行清理 也就是说第一步要清理平面 观察平面上 有没有被盗的迹象 以及墓葬的填土和墓室的填土 它的吃分 俗话说石墓景空 在中国历史上 每逢乱世 往往会兴起盗墓热潮 如此高等级的大墓 墓室上方曾经存在过高大风土 就像是为盗墓者专门树立了一个标志 此刻队员们忧心忡忡的是 大墓是否早已遭遇了盗扰 刚开始清了一两天以后 我们就没发现到 都是比较平的 没看到 我们当时想 这座墓葬没被盗 那就更好了 因为当时 这座墓葬的位置也是比较偏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消息以后 就说在墓葬的这个东北角 有一个不规则形的一个位置 因为土质不一样 我们就立马就赶到现场去看 经过仔细辨认 队员们发现 在这颗近似椭圆形的区域内 填土与其他部位的土质 土色存在较大差异 与木坑中黄色的沙土不同 这里的土质明显杂乱 颜色偏红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意味着 曾经有盗洞存在 不妙 这个梦想有可能会被盗了 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下 这个不规则形状 那个圆形坑的一个边上 确实有往下延伸的一种迹象 我们就基本还是暂贴定为一个导动 另外最后清了几天以后 我们又在牧师的后侧 后室跟中室交界的位置 我们又发现一个比较规整的一个 长方形的一个位置 那个里面的土也跟外面不一样 当时就一下子就泄气了 制作墓葬肯定是为了 但是第二处异常的遗迹现象 位于果室和后室连接处 而且外形十分规则 这又让不愿轻易接受 墓葬被盗的队员们 心里开始生出了一丝侥幸 在清理这个盗动的填图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器物 其中有一个就是 类似一个芋片 但是残碎了 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这个是不是 有可能是一件这种 随藏品的一个残片 随后就清理了 有三四件这种 魏晋时期的陶器 魏晋时期的陶瓷 出现在汉木田土中 这充分说明 大木没有逃过劫难 残碎的芋片 更是代表着 墓中随藏品的遭遇 接下来清理二号盗动时 填图中再次发现了 遗落的随藏品 其中有一件器物就是 一件青铜的羊镇 造型是比较别致的 一头羊 卧羊的一个形状 都比较重 还有一些陶罐 印文印陶的一种残片 这两个器物的时代 基本与这座墓葬的时代 应该比较相符 估计是这种墓葬里面的 被倒出来 遗落在稻洞里面的 一个遗物 两个稻洞 一个属于早期盗墓 另一个年代不祥 但其中都发现了 遗落的随藏品 如果墓葬两次被盗 那么很可能早就被掠夺一空 一时间队员们都觉得 十分失望 因为早期被盗的时候 有一些随藏品 可能当时 他认为不是很珍贵的 可能就没有迟走 晚期盗的 可能很纠软的东西 那就都是文物的 所以随藏品 他一般来说 他已经基本上到口了 清理完盗洞后 发掘工作继续进行 接下来要把木坑中的填土 完全清理干净 就在队员们 急切希望好运降临时 填土中突然有了新发现 就有一些木头漏头了 往下面发掘 那个墓室里面的填土的时候 越发掘 就木头越多 发掘到中部的时候 就发现好多木头都是 都是一裂的 与平铺或横置的果实盖板 壁板不同 填土中出现的木料 大多竖直向上 一开始 木料的性质 让队员们十分疑惑 但随着填土被逐渐清空 木料暴露得越来越多 人们终于恍然大悟 前面成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木头 一排一排的 当时我们就很吃惊 你看这个葬式 方明是属于西汉 典型的王室墓的 一个皇上提凑的一个葬式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 皇上提凑 是一种古时只有顶级贵族 才能享有的特殊葬制 主要出现在 周代和汉代的王侯陵墓中 汉以后逐渐消失 东周时 只有部分国力强盛的 诸侯国国君 才会使用皇上提凑 到了汉代 皇上提凑 则与金吕玉衣一起 成为了帝王陵墓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墓葬的皇上提凑 因为它年代比较久远 所以它部分已经被修了 但是整体的风格 我们还是看得出 四周贴的这个墓室的四周 都是累气的这种皇上提凑的 这提凑大概长 大概是80到90公分左右 有的是达到了一米 就是整整齐齐的白的 四周白的皇上提凑 这一下我们就 基本这个墓葬级别 就我们就确定了 这肯定是属于西汉的 一个长沙王室墓 证实了墓葬的年代和等级后 墓主人的身份疑问被再次提起 按说确定了时代 墓主人的身份应该大致明确 但仔细梳理过后 人们发现 疑问不仅依然存在 而且越发扑朔迷离 因为当时在发现这座墓之前 我们对于长沙 西汉时期长沙国的王室墓 当时的丰布 当时有学术就基本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点 当时就认为在仙家湖一带 河西的仙家湖一带 因为长沙国从历史记载来看 它是从刘邦峰峰以后 有整个历史期有两代长沙王 一个就是无姓长沙王 还有一个就是流姓长沙王 无姓长沙王墓地所在的 咸家湖近临湘江的西岸 流姓长沙王墓地 被发现于湘江以东的 长沙南站附近 二者之间直线距离超过了15公里 呈现出精畏分明的态势 新发现的峰棚岭大墓虽然同样 位于西岸 但距离无姓长沙王墓地 咸家湖仍然有近10公里的距离 显然既不属于无姓墓地 又不属于流姓墓地 顶足而立的峰棚岭疑点重重 一时间对牧主人身份的推测 陷入僵局 在发掘现场 木坑填土的经历飞快进行 由于填土中充斥着大量风化岩碎块 而珍贵的蝗肠提凑 又容不得半点破坏 于是仅仅一米深的填土 还是耗费了考古队员大量时间 从三月份清 一直大概清到五月 清差不多有两个月左右 五月份左右的时候 这个果实 就是果实的顶板面就基本出来了 峰棚岭大木果实长16.5米 宽11.5米 外围除正对木道的区域外 共包围着111根树立的提凑木 果实顶端盖板的长度 则分别对应中间的三列果实 及南端的厚实 宽在0.2米至0.5米之间 厚度一致都是0.2米 判别这个果板的这个木材 我们当时还提取了一些木方残片 送到相关的这个木材的研究所 进行检测过 检测的结果显示 包括果实周围树立的提凑木 果实顶部的盖板 甚至加上后来提取的 果实内的立柱 墙板 底板 枕木在内 几乎所有用来迎建 峰棚岭大木的木材 都是珍贵的南木 在取样 编号 绘图 拍照过后 考古队终于开始尝试 揭取盖板 墓主人究竟是谁 地下还有没有留存遗物 或其他重要信息 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地下 这黑暗的世界里 一直从北边到南边这样子 按松续一排一排编号 编完号以后 最后我们在一根一根根 根据编号的情况 整体来接取这个果顶板 等我们把果顶板 按照编号 一根一根取掉以后 就发现这个果顶板下面 这个墨式整个就露出来了 原本通过观察果式盖板 队员们就已经觉得 大木结构相当复杂 当盖板被一块块提取后 人们才发现 暴露出来的分式 竟然达到了九个之多 而且每个乡民的分式 之间竟然还有门户可以连通 接下来考古队分成三组 迅速投入了漫长繁琐的清理工作 他们要对淤土仔细过筛 寻找每一件可能混杂在其中 哪怕十分细小的文物 当时是封片区来清理的 而且每一个片区就是 比如说东侧 中侧 西侧 由专人负责来清理的 发掘现场 三列墓室的清理几乎同时开始 但重点自然是中列的三间 在丰棚岭汉墓中 中列前室的面积 接近27平方米 仅次于居中的中列中式 在以往的楚国贵族墓葬中 这个正对墓道的空间 是用来摆放青铜铃器的 人们都期待着在这里能够有所发现 可是仔细清理过后 队员们从淤土中仅仅发现了一些铜器 铁器 漆木器以及陶器的残片 直到清理到果室底板 队员们才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发现了有一些青铜器或者一些器皿 在木板上压着一个圈足的痕迹 看得清楚 它一排一排的 大概有二三十件之多 有大有小 当时我们就推测 当时肯定是青铜器是一排一排的 摆在这个果室里边的 二三十件原本沉重的青铜器不翼而飞 只有这些压痕穿越千年时空 依然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这充分说明 考古队员最怕看见的一幕终于发生 曾经保存完好的大墓 完全敞开在了盗墓者面前 盗墓贼当时盗掘进来以后 当时这个国室肯定是有空间的 没有坍塌的 所以他就把这些大型的青铜器 全部去走了 从这方面来我们认为 当时这两个盗洞 对这个墓葬的盗掘还是非常严重的 封棚岭汉墓虽然有两个盗洞 但直到目前为止 清理过的分室中多少都还残留着一些器物 这应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是当清理完西列三个分室时 人们却发现其中一间竟然空无一物 西边相的第一个就是西北角这个里边 就出土了一些陶器跟四制品 中间这个位置 西边中间位置出土了一些车马器 比如说车绘啊 还有闲环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铜器啊 西边最边上这个西南角 西南角这个边相里面就空无一物 接下来中列中室的清理也有了结果 这间分室位于果室正中 南北长5.6米 东西宽4.8米 在以往的土坑木果木中 这里属于盛放棺木的位置 就在队员们以为中列中室 也和其他分室一样 随葬器物所剩无几时 清理东南角的队员 突然有了意外发现 在东侧立柱与阁墙围城的这个区域里 铜顶 铜钟 铜湖 铜河 铜镇 铜波 铜灯 铜镜等一大批青铜器 以及吸耳杯 吸盘 吸盒 吸豆 吸暗 吸连等 大堆栖木器堆积在一起 没有丝毫遭遇过倒扰的迹象 这是怎么回事 清理了八个分室 七个半倒扰严重 但剩下这半间又仿佛没受任何影响 难道说盗墓发生时 他们集体隐身了 否则又如何解释 同一间墓室 北半部分倒扰严重 气物残损 东南角却秋毫无犯 当然 最大的可能则是在盗墓过程中突发情况 盗墓者紧急撤离 才造成了眼前这堆气物的劫后余生 大墓的清理有了最具戏剧性的转折 一时之间人们疑惑不解 同时又在心中燃起了希望 最后的那间分室 极可能是墓主人长眠之所的忠烈后事 盗墓者会不会也没来得及搬空呢 在现场 中烈中式出土的一些气物 很快引起了队员们的关注 比如说眼前这张七暗就暗藏玄机 一开始 人们以为用来摆放气物的七暗 是在果实盖板坍塌时被压断了腿 但仔细观察才发现 这些硫金包铜的暗腿竟然是可以折叠的 而且除了暗腿 桌面也可以对折到一起 从那些残片的里面还有那个漆膜里面的 可以慢慢地我们推断出来 这个漆暗它是这个合一是在漆暗中间那个中间进行折叠 就是面板折叠 它可以把它折叠起来 同时它这个腿也很有特点 它这个腿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折叠的 这个是还没有折叠回来的 是直着的还是直着这一块 这个 这条腿 它这个位置已经折叠上来了 其实这就可以推断 这个腿也是可以折叠的 收起四条暗腿 再将桌面对折 这样的设计完全就是今天人们常见的折叠桌的形象 如此实用的设计竟然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除了折叠七暗 队员们很快又在几件七尔碑上发现了用红漆书写的文字 文字内容不仅一模一样 而且直指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尔碑的这个背面用红漆写了一个长沙王后家碑 一下就把这个牧主的身份给确定了 属于西汉时期某代长沙王的王后的一座墓葬 当时在汉代的时候 这个家它是祖皇王 和这些豪是可以成家的 那么这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家 有可能指的是一个直官 当时的这些王后 包括这些祖皇王和立豪 它是它那个府里面 它是有一个直官叫家臣 那么的话长沙王后家 有可能就是这个家臣 它名可的名称 写有长沙王后家碑的七尔碑共有四件 它的出现说明牧葬主人虽然不是推测中的流性长沙王 但却是某位长沙王的王后 很快在实验室中被剥离开的七盘上再次有了发现 其中的文字再次提供了这位王后的另一个身份信息 因为时间比较久 所以它部分已经粘连在一起了 包括有一些部分已经比较压变形了 最后我们拿到实验室清过清理以后 其中在一键棋盘的后面 也用猪漆啊 上面写的张稽闹盘四个字 张稽代表一位张姓女子 而牢盘则是此类专攻祭祀使用的七盘 在当时特有的名称 这其中牢字通牢 作为汉字在中国早已不再使用 如今只出现在日语里的汉字中 王后姓张 那么她的丈夫又是哪一位长沙王 他们生活在哪个具体的年代呢 解开牧主人之谜的线索 要么干脆不出现 但一出现却又接二连三 继七尔碑 七盘上发现文字后 队员们又在多达五件青铜器上 发现了一批内容接近的名文 其中在一间铜灯的底座的边侧 有一圈英科的名文 上面写的铜灯重多少 怎么怎么 后面就是长沙元年造 身份姓氏都有了 缺的就是年代 那么长沙元年又是哪一年 她会不会最终确定牧主人的身份呢 从历史角度来分析的话 当时中央有一套这个纪念 在各地的诸侯王 他是行了一个自己的纪念 而且每一代这个诸侯王的开始 继位以后 他都有一个自己的纪念 可是每一位新人继位后 都会被称为长沙王 直到死去 才因为拥有了嗜好 才和其他长沙王有了区分 这就造成了长沙元年 可以是任何一位长沙王继位的第一年 所以这个长沙元年的这个名文 虽然提供了一个 有这个可以断代的 具体年代的一个依据 但是还是不很确切 还不能够定位到哪一代 长沙王的这个纪念 只能够认为他是 某一代的长沙王 刚继位的那一年 中列中世有了如此重要的发现 这也让队员们对中列后世 也就是整个墓葬最关键的墓室的发掘 有了最迫切的希望 中列中世位于整个墓葬的南端 最初人们还以为 这个突出的分室是一条墓道 从顶部向下清理 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 被坍塌的淤土覆盖着 仅残余长度就有3.2米 宽1.08米的一具棺木 经过2000多年岁月的侵袭 木质棺木早已残破不堪 在清理过程中 队员们首先在破损的内观外侧 发现了十几枚玉片 而且很快就意识到 这些玉片和此前倒洞中 发现的那一枚质地 完全一样 最初倒洞中出现的玉片 因为已经残破 人们无法判断它的性质 如今再看这些玉片 四角上的窗孔显示 它的来历非同小可 四角各有窗孔 而且有的上面还 粘连有这种金丝线 当时我们就认为 这有可能就是 当时牧主身上所穿的一种 金铝玉衣片 金铝玉衣又称玉侠 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练服 只有帝王等级的大贵族死后 才能穿着 出土后 能够基本修复的金铝玉衣 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 那么眼前的这些玉片 为什么会跑到内观外侧 它的保存情况又会如何呢 随着内观玉土的经理 中士带给考古队员的幸运 被再次逆转 发现玉片后 除了棺木北侧挡板旁 又出土了两件玉壁 及一件玉龟外 人们再也没能有任何发现 所以当时推测这个 盗墓的这个盗洞医治 打穿到了这个墓室的后室 墓室后室里边 进入关里边 整个把这个后室的这个墓主 从关里面给拖出来了 致使它的这个玉衣片 包括这个尸骨 散落到了这个关外 封棚岭汉木的清理 从2006年3月 一直持续到了10月 10月6日这一天 另外八间果室早已清理完毕 中列后室 也终于只剩下了 棺木被整个提取后 底板上露出的 很薄的一层淤土 桌子面那么大一块土 在过程中我们得清理 当时我们都希望 剩下的这一坨土里边 有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发现 野外工作接近尾声 但牧主人身份的线索 依然模糊 人们只能把渺茫的希望 寄托在了这最后的一点淤土中 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清理的过程中 就发现了有一个小的漆盒 很漂亮 上面好像一个黑色漆的 上面也有红色漆 边上还有一些 贴了一些金箔 动物造型的一些 一个小漆盒 当时我们就工作人员就说 哎呀 这个是不是一些 牧主的这个印章盒子 根据漆盒的体积和精致程度 现场工作人员一致判断 它应该是盛放印章用的 果不其然 接下来又有人有了发泄 又有相关的专业人员 就说哎呀 发现一块什么金 金的东西 这下好多的发泄人员 就聚集在上面去看 以为是一些金的印章 被散落在外面了 一时之间 泥土中暴露出来的这件金质器物 谎花了大家的眼睛 金印 难道说长沙王后金印出土了 如果真是这样 不仅牧主人身份之谜迎刃而解 而且两千多年前的金印 本身就是无可置疑的国宝 强忍着发现重要文物 逆转发掘过程的兴奋 队员们在拍照 绘图 小心翼翼地从泥土中 提取出了这两件文物后才发现 金器竟然不是金印 精致的七盒中也空无一物 心情再次经历大起大落 给队员们留下安慰的是 金器虽然不是金印 但同样非同小可 最后进行清以后 就发现不是银杖 二十一块 西汉时期的一个贵金属 金饼 发现一块以后 大家的兴趣就高涨起来了 都想 哎呀 我能不能也挖一块 我能不能也挖一块 七嘴八舌都在一样 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的 热情高涨地在那个地方进行清理 接下来外形接近的金饼被陆续发现 你一块 我一块 数量最终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十九件 总共有十九块金饼 散落在锅底板上 有些是在成片的 丰布在锅底板上 有的就散落在这个底板 与底板之间的缝隙里面 经过检测 人们发现 这些金饼并不简单 无论是含金量还是质量 都体现着汉代冶炼 和金属铸造工艺的高超成就 据此人们推测 这些金饼很可能是由 为皇室服务的专业机构生产 再由皇帝遇赐给诸侯王 这个金饼的重度是较高的 部分应该达到了三个九 99.9%的含金量 它的重量我们也测了一下 大概是 每一块的重量大概是 250到250.5克左右 也就是西汉时期的一径 19块金饼 在重量上的误差 只有0.5克 对当时的铸造工艺来说 堪称惊人 可是这些金饼和中列中式的青铜器 到底怎样躲过劫难 这个疑问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从当时的价值体系来说 黄金和青铜无疑具有最高的吸引力 这批珍贵的器物 似乎没有理由被盗墓者忽视 那么包括金饼在内 成批器物保存下来的原因何在呢 当时这两个盗洞 其中有一个盗洞 应该确定年代 它是未经时期的 另外一个盗洞 因为没有出具体的 盗墓时间的移落的一些物品 所以它的时代不好确定 但是从整体来讲 我们推测 有可能这两个盗洞的时代 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都是未经时期 根据对现场诸多细节的分析 人们推测 两个盗洞或许根本就是一批人所为 当年盗墓者在确认了墓葬形制后 先是在靠近墓道的前室 挖了一个盗洞 目标直指摆放在这里的大型青铜器 进入果室后 他们发现 虽然各个分室之间有门户连通 但因为二百多年过去 中列中式和后式 竟然已经有部分塌陷 这时 由于墓葬底部通风条件很差 向挖掘 极有可能造成人员窒息 虽然并不懂得空气含氧量的道理 但经验还是促使这些盗墓者 回到地面 又在中列后式与中式相邻部位的上方 挖了第二个盗洞 这也正是盗洞成方形 且位置极为精准的原因 在第二次盗掘过程中 或许真的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 这一次盗墓者匆匆忙忙 不仅没有在墓室中仔细寻找 而且竟然连盗洞中遗落的器物 也没能收拾干净 在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及金饼后 风棚领汉墓的发掘 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与此同时 对墓主人身份的判断 还是留下了遗憾 今天 人们只能根据器物的器型分析 这位张姓王后 应该是西汉刘姓长沙王中 自第二代长沙王刘雍开始 七代长沙王中某一位的王后 2005年年初 《蚂蚁山名墓》的成功发掘 以及这一年年底 风棚领汉墓及刘姓长沙王墓地的发现 都为长沙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遗憾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